160額的地方 160 168 到底是幾 第一個單字叫做CRISP 160 160 我已經講第五遍了 課本 160嗎 185 我的錯 185頁 Sorry 寫在課本上 再來我就收課本 對寫課本 因為這樣子我比較方便 第一個單字叫做The fried chicken is so crisp on the outside 畫這個片語叫so...let 這個你們要注意的地方兩個 so跟such有什麼差別 such後面會接名詞 so的後面會接形容詞 所以大概such的後面會接一個such such a...譬如說... hot day such a handsome boy 類似這種 所以so跟such的後面都會接一個let 就是翻成太怎麼樣 以至於怎麼樣 只是他的那個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在so後面接形容詞 such後面接名詞 好了嗎 然後第二個片語請你畫起來 叫take a bite off 就是咬一口 一定bite喔 不可以bite喔 take a bite off 就是咬一口 所以肯德基的肌肉 他剛出爐的時候 你這樣咬一口會有那個聲音 表示呢 這個炸雞是非常的脆的 所以他翻成酥脆的 好再來第二個 要寫的是等於crispy 也可以 有人加y 有人沒有加y 可是下面如果他的那個 吃起來有一點點不是那麼的脆 他的相反叫做soggy soggy 所以你要抄在課本上 16 185 等我一下齁 對不起 我先保留一下 確定有沒有在錄 好 這樣沒問題的話 所以第二個單字呢 然後他的第二個意思呢 因為他是乾爽的 所以強調天氣的時候的第二個意思 他如果今天潮濕 像我們這幾天 其實中部一直缺水 所以我們希望啦 希望我們的天氣是humid 那humid的意思呢 本身就是潮濕的 好了嗎 ok囉 再來第二個呢 叫做jar 這個字你可以備註 就是他其實就是罐子 可是他強調的是這種什麼 廣口瓶 什麼叫廣口瓶 就是他的開口比較大的那一種 叫做jar 好然後呢 課本的例句 畫個片語叫is famous for 畫起來 然後呢 famous的旁邊 你可以寫個will known 可是要兩個字喔 所以will中間一槓 因為這一刻剛好也在上那個形容詞 那will known呢 有時候你會看到後面不見得是for 有時候他會接一個那個介系詞 叫做us 那us後面就接名詞 就是用一個身份 以什麼身份文明 然後第二個呢 要畫的是這個loaves圈起來 這個字強調的是一條 那個吐司的單位 對他本來是loaf 麵包的單位可以一片啦 一塊啦一條啦都可以 好嗎 所以jar這個字呢就是廣闊瓶或者是玻璃罐 好再來第三個單字呢叫exactly 所以既然加ly一個概念什麼詞 副詞對不對 所以這個字呢叫做精確底 或者是切確底 不過要畫的是課本的例句 來把inspired of畫起來 寫個加名詞 這裡翻成儘管啦 雖然啦都可以喔 可是呢 你們到時候還會有課在像是 despite the fact that 或者是 although 好第二個呢幫我把這個advances 這個e圈起來 就是哪方面的進展 所以儘管雖然那個科學啊 快速的進步 we still cannot predict exactly when the earthquake will occur 好把這個accure 畫起來 寫個等於happen 然後記住喔 happen這個字 它沒有被動 有些字發生就像發生就發生 它不會被發生 所以呢 有些字它是沒有辦法出現被動的 所以你們最常講是what's happened 這是錯的 你不可能what一筆s 你又有happen加1d 不可能 所以事情發生就發生 不會被發生 課本的例句ok了嗎 好再來 那它的形容詞呢 就是把ly去掉 所以去掉的時候呢 就是精確定 或者是切確定 可是要畫的是這一個 叫with the help of food 圈起來 就是透過什麼的幫忙 那with呢 它可以翻成特徵啊 長相啦 配件啊 工具啦 我們的介系詞都是with 那gps有人知道是哪三個字的縮寫嗎 我請你吃爆米花一包 我不是看了算真的 我不是看了算真的 有人知道gps是哪三個字的縮寫嗎 在這裡 沒有人知道 那我就寫上去囉 好來g叫global global p是position 就是weight p o s i t o n s呢叫system 就是系統 global position system 好來g global 就是地球的嘛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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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地球的 p就是那個position the weight p o s i t i o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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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寫個月 有怖餉頭 featured p o s i t i o n 這個字就是精準的 很精確的 p-r-e-c-i-s-e 如果看不到的 我用念的 你把它寫上去 p-r-e-c-i-s-e 這個時候用在什麼地方做文 譬如說坦白說 叫to be frank 然後精確的說 叫to be exact 或者是你可以說exactly speaking 也對 所以你可以用副詞 你也可以用形容詞 p-r-e-c-i-s-e 跟上囉 好 再來第四個單字 這個就真的要打個信心了 我相信你們第二次段考會考的時候寫 這一課的單字 它會是最高的機率 因為這個字呢 其實如果以台語來講 它是asabi 我們常常會聽到 如果你的阿公阿嬤常講什麼asabi有沒有 asabi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字原本變成日文 然後它是從英文來的 那這個字呢 念absorb 這個字就叫做吸收 好囉 然後呢 要畫的地方 可以了嗎 還沒 來 把這個through圈起來 through這個字有一點點像 因為它是穿越或者是通過 所以很多的植物呢 他們吸收的水分呢 是透過從根部 然後往上 往上傳遞嘛 然後最後呢 到達他們的葉子 所以這個leavs 剛好 跟剛剛你們寫到的一個單字 就是那個一條麵包 一條腦 這個字 來 寫上leaf leaf 就是yes 好 再來下面 那要知道的第二個呢 幫我把這個absorb呢 寫個等於 take in 什麼時候用到它 你們吸取知識的時候 強調那個知識的吸收 所以多學一些東西 對你們來講 應該只有好處 不太會有壞處啦 所以你可以take in some knowledge 第二個呢 它可以講到engross engross 然後再來 最後 把這個合併寫上去 因為你吸收下來 就變成融合一體了嘛 那融合一體的意思呢 就是合併在一起了 所以這個字有一點點像什麼呢 focus 那個字 譬如說 be absorbed absorbed 它會加ec 有時候它會變成被動 好了喔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你把什麼東西吸到什麼地方裡面去了嘛 叫absorb something into 重點是那個into 這個可以不用抄 知道就好 下面有一個要寫的 好 再來這個 就是我要你們寫的 be absorbed in something 沒有into 喔 用in就好了 所以希望你們有一天可以真的很清楚知道 高中真的不是拿來玩的 你們可以買手於書本當中 那叫be absorbed in books 所以呢 這個呢 叫買手於什麼地方 那如果我不想用in 我變成into的時候 它的第二個意思 就會變成是合併 所以in跟into呢 有什麼不一樣 差別在一個是買手於 一個是合併於什麼地方 好 下囉 好 再來 那它的名詞叫absorption 就是名詞 就absor 然後把b去掉 變成p 然後變成tion 這個字跟describe 啦 prescribe 那個變化是一樣 都是把b 變成p 這樣子就變成它的名詞 好 再來 下面 OK啦 那剛剛你們不是寫be absorbed in嗎 第二個 你可以變成名詞 可是呢 因為你專注於什麼事情 可以用with 剛剛沒有寫到with啦 所以你可以把with寫上去 那下面那個就不用寫了 好 再來 第五個單字叫prevent 那這個字本來叫做主旨 所以第一個把這個according to畫起來 你們這次的考試啊 我發現你們的手寫 很多人一些基本的概念不會 很可怕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to 它你們在國中學到它是不定詞的to 所以你們都說to後面接原型 可是到了高中 其實反而考to的原型的機率比較少 這個to它是介系詞的to 所以後面呢 你幫我背注一下 它不是名詞 就是ing 所以譬如說look forward to the to 它是介系詞的to 所以它後面會接名詞 所以根據一些研究指出 Eating fruit and vegetables can help prevent illness 它可以幫助來預防疾病 所以上次跟你說的嘛 你一天可以吃20種顏色那就好棒棒了 可是其實我覺得一天5種已經很厲害了 那怎麼知道你要補你的什麼器官 就心肝皮肺腎 青翅黃白黑 你要補腎臟就吃黑色的 然後心肝嘛 假設肝肝臟 心肝皮肺腎 心肝 青翅 那就吃紅色的 就是它每一個器官都有補一個顏色 這是我們中國人的食療 吃藥當然不好啊 所以吃東西的確是比較好的 所以你一天你可以數數看 你吃了幾種顏色的那個蔬菜水果 好來要畫的是這個 來把prevent from寫跟等於 要寫了喔 stop from stop 然後等於keep from 都是阻止某人 預防什麼事情都可以 它的動詞 如果考試真的考翻譯有沒有 你忽然忘記prevent 你不確定怎麼拼 拜託不要放棄 然後第二次段考麻煩你們一件事 拜託拜託先寫手寫題 因為你們很多人的手寫 我不知道是因為來不及 還是真的不會寫 因為你手寫沒寫 我真的沒辦法給你分數 可是你該寫的一些東西 寫上去有同情分 就是都還至少 因為我們是用段落去算分數嘛 說不定就讓你夢想 所以stop keep prevent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就是阻止某人做某事 好再來名詞 叫prevention 所以many people believe let 好把這個let的括號 這個是我們國中 國山學到的 let的後面會接 它叫做名詞輔句 可是第二個呢 幫我把getting enough sleep寫個主詞 為什麼加ng 因為它是一件事 你們這次的翻譯的第三題 超多人都用原型動詞開頭 你要知道 基本上它不會是兩個動詞 句子不可能兩個動詞 所以你要強調一件事情的時候 兩個方法 加ng或加tu 所以很多人相信那一件事情 什麼是getting enough sleep 有充足的睡眠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vention of 好再把這個of寫個的 就是預防什麼的東西 所以你一天如果可以睡 以前都叫你們睡八個小時 現在你能睡六個半七個小時 已經好棒棒 你們都半夜可能兩三點才 有人是你們這個年紀 大概都是半夜睡不著 半夜精神超好 然後白就是晚上是一條龍 白天是一條蟲 白天要你們正做精神 真的是要你們的命 可是晚上越來越開心 可是這真的也是 你們這個年紀真的是荷爾蒙分泌的關係 所以怎麼辦 十一點之後 你如果要你的肝臟很好的話 記住喔 你十一點之後 一定要逼自己躺下來 因為那時候的肝臟是在排毒 你如果要玩手機也沒關係 請你躺著 讓你的肝臟可以躺下來 平躺的時候 肝臟才有辦法去排毒 所以十一點到一點 你這段時間最慢最慢 十一點半一定要躺下來 這樣子你在那個時候睡覺的時候 即使你是沒有睡飽 可是你躺下來 讓肝臟可以躺下來 可以排毒的時候 你隔天的精神會好一點點 沒辦法到百分之百啦 就是當然可以睡越飽越好 可是畢竟花了那麼多錢 學校不是讓人來睡覺的 然後每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要決定中午吃什麼 你花那麼多錢 不是中午來這邊吃什麼的 你知道嗎 所以還是要學一點東西回去 第二個 把名詞寫上去 叫Prevention 然後這句要抄 我等一下只看這一句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這句沒寫 你就沒得加分 我就會扣你分數 就是我都不當小人 我都先講 我只看這一句 我要檢查的 我都會跟你講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就是預防剩餘治療 所以不要三年之後後悔 你現在就要辛苦一點 現在辛苦以後就會輕鬆 那真的也不要再玩下去了 一學月過去了 真的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讓你玩了 好再來 第六個單字叫做Powder 那等一下你會抄的是磨成粉那個字而已 所以來Powder呢 先備註一下 第一個把at a to b 先畫課本例句 就是把a加到b裡面去 所以呢 你只要加幾湯匙的奶粉 到那個boiled water 就是滾沸的水 這裡我們就翻成那個開水滾水 you will be able to 好剛剛有寫到了嗎 be able to呢 當然它可以等於can 可是在英文裡面 我不可能兩個主動詞 所以我這裡 當然我可以寫等於 可是等於是語意等於 不可以兩個同時出現 所以晚上真的睡不著的話怎麼辦 晚上的確喝一點點熱牛奶 也不要是冰牛奶 乳糖不耐症的話怎麼辦 有人乳糖不耐症 吃喝的牛奶就開始狂了 半夜都在跑廁所怎麼辦 你就吃一點點蜂蜜水 喝一點點甜的 甜的可以讓你鎮定一點點 然後讓你會想睡覺 好再來第二個 要抄的就是它 這個我也會檢查 叫grind something into powder 啊powder不可數是因為它沒有固定形狀 所以你會發現我powder 再怎麼樣都不加s 就是把a 把這個東西磨成粉 所以你們可以磨成粉的 譬如說可能咖啡豆啊 譬如說可能 綠豆可以變綠豆粉啊 芝麻變芝麻粉啊 那你要知道就是grind這個字 它不念grind 它念grind 好了沒 好了再來下個單字叫impress 這個字要小心是因為這個以前 你們國中學到的時候在第五冊 曾經學過那個叫情緒動詞 好來第一個 Terry impressed everyone in his class with it 圈這個圍 就是這個人用後面的這個事情 讓他怎麼樣 所以Terry呢 讓每個人就班上的每個人都非常的印象深刻 他用什麼方法 with his ability to 把這個to圈起來 所以你們到了二年級 你們這一屆比較好 你們可以選日文法文西班牙語 還有一個是 我忘記是什麼了 就是你們到時候選的那個第二話語 一定要選喔 就是你們如果不選到時候就是學校幫你排 應該是日文跟法文 日文跟法文還有德語 還有西班牙語嗎 好像西班牙語 我鼓勵你們可以的話啦 西班牙語未來應該會比英文來的更吃香 所以如果可以學的話去學西班牙語 好再來下面這個沒問題了 再來第二個 把impress something on 記得喔 是on somebody 人跟物的位置不要放錯 就是某人 把某件事情 記在他的腦袋裡面 或是記在他的心上 所以impress something on somebody 記得人放後面 impress something on somebody 好再來第七個 那他的形容詞 形容詞就是把impress 這個字加上IVE 那叫了IVE之後就變成形容詞了 然後第二個要畫的是他 來把out of 整個一起圈 就是出自於什麼東西當中 就是在他所有的餐點當中啦 然後I thought the soup are the most impressive one 認為那個湯品是最重要的 It was really tasty 那這個tasty其實就是City牛排 City那一間他們的英文 taste版是廠嘛 加了Y就變成美味的 所以tasty就是City牛排的英文 就是很好吃啊 他們可以標榜他們東西好吃嘛 的確啊 他們台塑集團裡面 他們每一個品牌都有他們專屬的 所以像具 他們那個品牌就是火鍋 然後品田就是炸豬排 就是他們 然後陶板屋就是陶板料理嘛 每一種他們每一系列 這些都有他們強項的地方 City一開始是牛排 可是後來就慢慢慢慢就沒了 好來再來 那他的相反 記得喔 他是用餘溫 我們這課會學到DIS開頭的 可是記住他的相反是餘溫 不是DIS 是unimpressive 加個un在前面 好 對不起 然後名詞叫impression 記得就是impression 這個可以不用常常 你只要寫名詞上去就好 所以給人家的印象啊 創造什麼印象啊 傳遞什麼的印象 第一個你可以用give create跟convee 你如果不會的話 像台灣給外國人的印象兩個 第一個就是珍珠奶茶 第二個就是我們台灣的很友善 可是現在這陣子呢 我們給人家最棒的印象 是我們的防疫功能 我們的防疫能力很強 所以很多國家 像法國昨天啊 他們的總理就 真的公開稱讚我們是一個國家 他不甩那個小粉紅他們 他們就直接就講說 我們這個國家防疫能力非常的棒 就是傳遞了一個印象 就是我們很厲害了 你們可以在這邊上課正常這樣子 還要一直提醒你戴口罩這件事喔 你們很幸福 真的 好來下面 那這個都不用看就好了 live somebody with an impression of 就是留給什麼人的印象 第二個呢 live an impression on somebody 那就是讓這個人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所以可以是with 可以是on 這個都不用抄 好不好 再來第八個單字叫difficulty 加了y之後一個概念喔 他就是困難 所以第一個呢 要畫的地方 來把這個have difficulty 這個地方寫個印上去 這個在你們課本的第幾頁 186了嗎 還是187 186 186 186頁 記住喔 have difficulty have problem have question 他後面都省略了印這個字 所以他的後面一定加安居 一定加安居 所以have trouble have difficulty have problem 他後面都是少了一個E 所以這些就是在什麼方面很困難 好第二個 第二個呢 要不要把這個difficulty 4 這個IES畫一下 因為你遇到的困難 其實有各式各樣 所以他可以去Y加IES 基本上你一定會去Y加IES的時候 表示你的困境 因為你現在裡面 那你如果只有一個的話 其實小事 所以很多 他會去Y加IES 第二個呢 把這個require 如果你不知道這什麼意思 來寫個need 就是需要 所以他需要呢 很多的注意力啦 很多的patience 很多的耐心 像你現在看到你的課本 每五分鐘都睡著的那種 你可以去檢查看看 你有沒有注意力缺失 就是 因為我們有兩種 一種叫ADD 一種叫ADHD 你就是沒有辦法靜下來 半個小時以上 然後每次那個字 你看久之後 它就開始飛出去了 有沒有 然後你就是不自覺 就是想發出聲音 那大概就是ADD 就是過動 那另外一種叫ADHD 可能就是注意力缺乏 那這個是可以吃藥 可以讓你可以比較 專注力比較好的 可是它有副作用 反正所有的藥一定都有副作用 所以不得已當然不要吃藥 靠自己就好 那年紀越大 你的專注力應該正常就越高才對 像你們現在就比較像國一 你們很像小國一 你們不像高一 你們的動作很多方面 都是真的還蠻high的 好不好 所以來這個不用 再來下面 第九個單字叫REMOVE 好嗎 第一個把REMOVE A FROM B 課本例句畫起來 就是把什麼東西從什麼地方移除掉 清除掉 消除掉 第二個呢 把這個STEP INTO畫起來 因為STEP這個字本來是一步兩步 STEP BY STEP就是按部就班 可是它當動詞的時候就是踩 所以STEP INTO就是踩到什麼地方裡面去 然後第二個呢 名詞第二個意思呢 叫做移開或者是拿開 所以第二個呢 要幫我把一樣 還是把這個REMOVE FROM 一樣圈起來 它再怎樣大概就是from了 所以the waitress remove the empty place 它把那些空盤子給移走了 After we finish our meal 就是然後就要上什麼甜點啊 上什麼冰淇淋啊 就是要先移開才有空間嘛 好再來這個地方 我看到這個都不用操 所以REMOVE大概你會發現 它搭配的介系詞就是from 就這樣 好再來名詞就要寫了 REMOVE OF 就是那個行為 或是那個東西 像那個什麼去除劑有沒有 有一種那種去膠水 那一種東西 它那個東西名詞 所以REMOVE OF要超上去 好再來第10個單字叫STARVEN 這個呢 有些個性的人像那個 這個不好講 因為有錄影 反正有些人的個性啊 他們可能有一些些 固著點 就是他會很堅持 像這個跟強迫症很像喔 就是有些人例如說 我就像我講的 你可能家裡的東西 一定要由大道手排好 同個顏色一定要放在一起 那這種有人是覺得它是固執 可是有些人也會覺得它是 可能有它自己的習慣啊 所以STARVEN呢你寫一下 就是難以處理的 或者是棘手的 所以來畫個片語一樣 來把這個HAD A HARD TIME 後面一樣加個I 就是曾經發生困難 TIME在這裡是一番時光啦 所以HAD A HARD TIME 就是曾經遇到很困難的一段時間 SOLVING THE STARVEN MATH PROBLEM BY MYSELF 所以曾經有一段時間 對數學這件事情啊 其實要解題方面有困難 So I DECIDE TO 把這個TO的下面寫個NOT TO 因為不定詞的否定 叫做NOT TO 所以我決定去做這件事叫DECIDE TO 決定不要去做這件事情 叫DECIDE NOT TO 好了 然後第二個把這個TURN TO 寫個轉向 或者是尋求 所以我決定去找我姐幫忙 好 再來 那當名詞剛剛講的第二個意思呢 就是固執的 頑固的 來把這個EVEN THOUGH 寫個等於THOUGH EVEN THOUGH 就是EVEN這個字你可以括號 就翻成儘管雖然 Many people disagree with it 好 再把這個WITH 好了嗎 加個名詞 就是儘管有很多人不同意他的想法 Mr. Affleck was too starving to 把第一個的TO寫個等於瘦 就他還是因為他太固執了 以至於呢 來第二個TO寫個等於LET he couldn't 以至於呢他沒有辦法去做這件事 什麼事情 Give away 把Give away寫個讓步 不是放棄喔 他是讓步喔 Give up才是放棄 Give away就是Give in的意思 有點妥協 有點讓步 好 好 再來 那他的第二個呢 寫個等於TO 所以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人家 You are a starven as a mu 什麼是MU 我知道嗎 鋁椅子 對他是鋁椅子 沒錯 他是鋁椅子 就是跟鋁椅子一樣啊 那 等一下 我 等一下 不是 Dunky才是鋁 MU應該怎麼辦 那個字我不會唸 這個 一個 一個類在旁邊那個字怎麼唸 不是他不是鋁 一個馬 一個類 螺子 有啦 就是馬跟鋁的混血兒 這個字 這個字 你們說這個字怎麼唸 螺子 對對對 是他 Dunky才是鋁子 因為我不會唸他的中文 好 再來第十一個單字叫Gently 身世怎麼說 每次上演講的時候一定是Ladies and Gentlemen 對 所以Gentle這個字去一加歪 所以你要知道Gently就是很溫柔的 輕輕的 所以第一個 把這個shout at 畫起來 就是對誰大哄大叫 所以這個小男生的媽媽很少對他大哄大叫 然後呢 所以當他犯錯的時候 在instead he usually tells him what he has done gently 就是很溫柔的去說 好再來形容詞叫做Gentle 可以了嗎 所以第一個要畫的是這個片語叫 in a gentle voice 就是很輕柔的聲音 然後第二個的in order to 寫個等於去 第三個fall asleep寫個睡著 對不起我把這個上完 fall asleep是真的睡著囉 那有人是feel sleepy 還在打還在努力撐的那一種 好所以來他的相反 Gentle的相反寫個rough 就是非常粗魯的啦 很粗暴的啦 好然後來寫一下 as gentle as a lamb 這個我今天就把那一包送出去 你知道Lamb是什麼嗎 羊 什麼羊 綿羊 小羊 可愛的羊 記得Lamb來 請 什麼羊 不知道 沒有喔 那我就送我下一個班喔 Lamb這個字寫下是小羔羊 就是 他算小羊 可是你要記住他是小baby 剛剛講綿羊是不對的喔 寫上去 as gentle as a lamb 就是十分溫馴 小羔羊啦 你們吃個羊小排的那種有沒有 就是用這個字 好啦到這邊 來 寶寶一下